以達罪嚴重程度 一律以死刑為其唯一之法定刑 不符憲法罪的原則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志有違 第三點 管理阻聞第一項案件 檢察官 事法檢察官或事法檢察 任人民涉嫌阻聞第一項之犯罪 該人民於到場接受訊問或詢問時 應有辯護人在場 並得未該人民陳述意見 刑事訴訟法就此未為相關規定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知訴訟上防禦權及正當法律成立原則之意志有違 有關機關因此本判決宣誓至日期兩年內 以本判決意志修正相關規定 預期未完成修法者 管理阻聞第一項案件 檢察官 事法檢察官或事法檢察 於偵查或調查時 應亦上來意志辦理 唯以法定程序完成或終結偵查及調查 其效力不受影響 第四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之審判時 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 第31條之規定 於第三審之審判不適用之 未明定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之審判時 亦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於此範圍內 以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知訴訟上防疫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志有為 至本判決宣誓制日期效力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制日期兩年內 依本判決意志修正相關規定 第三審法院審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至本判決宣誓制日期 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第五點 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審判時 應經延遲辯論 使得遇之死刑 或維持下級審 遇之死刑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一項規定 第三審法院之判決 不經延遲辯論為之 但法院認為有必要者 得命辯論 未明定第三審法院就主文第一項案件 應經延遲辯論 此得自為或維持死刑之遇之判決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之訴訟状防疫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遇之有為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制日期兩年內 依本判決意志修正相關規定 第三層法院審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至本判決宣誓制日期 應依本判決意志辦理 第六點 科除死刑之判決 應經各級法院合一庭法官之一致決 法院主持法就主文第一項案件 未明定應經合一庭法官之一致決 使得科除死刑 以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遇之有為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制日期兩年內 依本判決意志修正相關規定 各級法院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之審判 至本判決宣誓制日期 均應依上愛一直辦理 唯一本判決宣誓時 也已作成之立審判決 其效力不受影響 第七點 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被告以行為時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的情形 不得科除死刑 使符合憲法罪責原則 有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誓制日期兩年內 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於完成修法權 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遠助降低之被告 均不得科除死刑 第八點 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法院對於審判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訴訟上自我辯護能力 明顯不足之被告 不得科除死刑 使符合憲法 保障人民生命權 訴訟上防疫權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 有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誓制日期兩年內 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於完成修法權 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審判時訴訟上自我辯護能力 明顯不足之被告 均不得科除死刑 第九點 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受死刑之遇知者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形 至其受刑能力有所欠缺者 不得自行死刑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上失程度之傷害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欠缺不得自行死刑之規定 於此範圍內 以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其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有關機關應是本判決宣誓自至起兩年內 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與完成修法前 有關機關就欠缺受刑能力之 散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不得执行死刑 第四點 本件各申請人 具已申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所認定這個案犯罪情結 如非屬罪嚴重 而仍判處死刑者 其於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意思不符 各申請人 如任有傷害情形 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述 檢查總長一得一職權就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認定是否有傷害情形 而決定是否提起非常上述 第四點 申請人 三十六級三十七 又具已申請之最高法院 八十九年度台上市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 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述 檢查總長一得一職權提起非常上述 最高法院於撤銷上開判決後 應一本判決議此 適用修正規定式而為判決 第四點 本件各申請人 就具已申請至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至刑事訴訟法第388條及第389條第一項規定 不符主文第四項或第五項議事部分 各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述 檢查總長一得一職權提起非常上述 為各申請人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也經延遲辯論 且有辯護人參與者 無上該個案救濟使用 第四三點 本件各申請人 就具已申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依法院組織法相關規定所謂是評議 不符主文第六項議事部分 除有證據證明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系以一次決作成者外 各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述 檢查總長一得一職權提起非常上述 第十四點 申請人十二 據已申請至最高法院 九十九年度台上至第五六五九號刑事判決 申請人十三 據已申請至最高法院 一百年度 台上至第六一四號刑事判決 其申請人十四 據已申請至最高法院 一百零二年度 台上至第二三九二號刑事判決 其裁判上所適用這法規範不符主文第八項這議事 於有關機關依本判決主文第八項議事完成修法前 傷害申請人至此判決不得執行 於完成修法後 傷害申請人各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述 檢查總長一得一職權提起非常上述 第十五點 最高法院如任檢查總長依本判決議事 所提起是非常上述 有理由而撤銷原判決 收容中之各申請人應由該管各法院依法令程序處理羈押事宜 刑事妥訴審判法第五條第二項是第四項規定鎖定羈押次數期間 同法第七條規定鎖定八年期間 均應至最高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七條規定 撤銷原判決時期 重新計算 第四六點 本刑各申請人至其餘申請部分 詳究不表二 不受理 第四七點 本判決各申請人有關暫時處分申請部分均撥毀 判決處分宣示完畢 請坐下 對三十七名死刑犯認為死刑的存在抵觸了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 那就在剛剛大法官已經宣布 他們認為死刑是沒有違憲的 但是有條件核限的狀況之下 要限縮判死的類型 首先 死刑要應由各體法院和議庭法官一致職 另外 特別提醒是有精神障礙或是其他心智缺陷 導致辯護能力不足的被告均不得客處死刑 甚至有精神障礙喪失辯護能力的也不得客處死刑 並且要求有關機關在兩年之內要檢討修正相關的規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